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档的股票叫做所罗门第二 各位你一定要跟上 因为所罗门第二今天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讯号 所以我鬼姑子认为下个礼拜他就要表态 下个礼拜所罗门第二就要表态 所以这会是最后的上车点 还没有加入的 还不知道谁是所罗门第二 请你动作无论如何一定要加快 然后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航运今天有没有狂飙散热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双红跟旗红 吸手通胀了99个百分点 超棒的 而我在出拖之后 当他横盘整理震荡 稍微在那边甩牙晃的 我都懒得理他 因为我有第一桶 我有所罗门可以赚 所以那个时间的散热我就先观望 但是一直到这个礼拜 我也没跟你讲散热又要来了 结果连标三天 一直到今天 双红青鸿都还在创 破断新高 我鬼骨子喊什么就有什么 这就是我的厉害 欢迎你见证 要转所罗门 先来鬼骨门 这一天已经狂飙了 12根的掌停板 一个波段上来 有没有超级舒服的 今天的所罗门盘中插一档亮灯掌停板 加入鬼骨门狂赚所罗门 所罗门已经狂飙了190个百分点 各位你一千万的 即便你过去操作的不是太好 一千五百万 你存一千万 那都没关系 各位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的本还在 只要你还有操作的空间 我鬼骨子就能够带你扭转乾坤 各位一档股票就办到了 一千五变成一千万 那有怎样 小case嘛 因为你的一千万 只要一档所罗门 就会变成两千九百万 今天豪迈的变成两千九百万 都见证到了吧 机器人的厉害 我当时在讲机器人 谁跟你聊它 我当时在讲重电 谁跟你聊它 都是我在聊 那你跟上我的脚步 听从我给你的指令 跟动作 你不就可以扭转一切 所以现在你也要听 各位你也要听好了 礼拜六礼拜日要来了 咱们可别怠惰 因为天道酬勤 各位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标股 都不是抢来的 是你学习而来的 学习而来的 所有的股票 我问你一个问题 所罗门一百九十个百分点 如果你只赚到十个百分点 有意义吗 没意义 因为他最后狂飙一百九十个百分点 一百九十个百分点 对你才有意义 那你所罗门在当时只买一张 买一张有意义吗 也没意义 你要跟着我鬼骨子一起来 重压狂压 最后它暴涨的是一百九十个百分点 一千万会变成两千九百万 那才有意义吧 各位那是不是才有意义 但是你要能够重压 要能够从头赚到尾的背后是什么 学习 各位如果所罗门的未来在哪里 你不知道 赚个十%你就觉得够了 你就会卖掉 如果你没有经过的学习 你不知道机器人未来的展望 你不知道所罗门到底吃到灰达了什么地方 我之前跟你说的意义 机器人的蜜球 机器人现在一台都没有 但是未来会有十亿台的机器人 这是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而机器人最重要的 它也是学 它学主人在干嘛 学工厂在干嘛 它要能够先知道你的习性之后 未来它要预判你的下一步 这才叫做机器人 这才叫做生成式具备AI的机器人 那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要能够看 而这个看 就是所罗门在做的 之前我都给你教过了 那你要能够知道 所罗门的厉害在哪里 你才敢重压 你才不会十%就跑 你才可以从头赚到最后 所以这个学 是一切标股 你这个翻身的最大的重点之一 那礼拜六日要来了 我们要干嘛 学啊 各位学啊 最新的研究报告 我会在这个礼拜六日送给你 天道酬勤 加油啦 我们越努力就会越幸运 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 非常的详细 当你学到了 当你知道了 你就能够赚到了 就放在Lite8 小老鼠GO888的里面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 小老鼠GO888的 各位赶快去加入 因为这个礼拜六日 我们来学习 最新的研究报告要出炉了 过往 我就送过你很多资料 来这里帮我拉近一点 你加入我的Lite8之后 我会把资料放在这个 右上角的这个地方 你把它给点一下 这个叫做记忆事本 你点进去之后 加入我的Lite8 点进去之后 会有 每一天 我都会有一大堆 非常重要的资料 要送给你 所以这个礼拜六日 咱们继续加油 天道酬勤 越努力越幸运 全市场最努力的 如果就是你跟我 未来最赚钱的 也会是你跟我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航运 各位 我有没有跟你讲 航运要来了 当时我在讲航海的时候 谁理他 只有我理他 结果呢 现在大家都在讲航运了 今天 阳明 直接亮灯 涨停板 4月初的时候 4月9号 谁跟你聊 航运相关的股票 也只有我 当时我跟你讲 航运的利多要来了 连赫博罗特他都说了 他说了非常多的内容 随即BDI的指数 也从相对的低档 一路往上反弹 但是我说才刚开始 4月9号 慧阳 我鬼股指 率先整个台北股票市场 先跟你做分享 各位你越早知道 你越早学到 你就能够越早布局 慧阳 育民 跟新鲜的部分 都是4月9号 那我说有散装 当然也有货柜 有货柜 也有航空 一到4月11号 我持续的追踪 新鲜这些相关的股票 4月12号再追踪 慢慢慢慢的表态 这些都是好股票 都是好股票 包括了像慧阳 都是从相对低档 一路替大家追踪上来 一路追踪 各位不管它涨 或者是没涨都好 因为它未来就是会涨 既然你知道未来会涨 那为什么不追踪 10月12号持续的追踪 育民这些相关的股票 一直到现在 都表现得非常的亮眼 各位育民这些相关的股票 我们来看这里 育民今天一根的红 各位大盘在上下甩档 上规在破底的时候 它根本就没有破底 而你看 它还没有创新高 但它终究会创新高 原因在哪里 慧阳已经准备要创新高 它是在沿一个上升轨道 在向上走 2605的星星 终究它会被带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随后跟你分享的 台华投控 还没涨 但是他已经在买谁 买长龙 4月22号跟你讲 他在买长龙 航海王在买长龙 他向来都很准 所以4月19号 在还没有4月22号之前的 4月19号 我就跟你分享长龙了 结果呢 各位我什么都知道 一路的替大家追踪 即便也还没涨 我还是跟你讲 没涨 是你以为没涨 在我这里 它就是会涨 你看 有没有就涨起来 今天的长龙 收盘更漂亮了 直接创 近期波段的新高 你相对低档买的 你看我的指令 你看我的节目都好 低档买的 我的全国家族成员 先买了 你跟着买的 今天创高 这边买的 全部都赚钱 扬明不啰嗦 你这边随便一天买都好了 直接亮灯 涨停摆 就连万海 他也是长龙棒 台华投控买完了 他是不是又对了 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各位你就可以跟得上 4月19跟你讲的扬明 也是一路慢慢的 垫高上来 一到今天 我在印字卡的时候 还没有涨停板 随即就亮灯 涨停板 2024年第一季 营收438亿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成长了18.53个百分点 谁说航运不好 它有成长性 还高达了18.53个百分点 还在低档 你不买它 你要买谁 那我说有散装 有货柜 有台华 就会有长龙 还有航空 所以4月23号 跟你分享华航 各位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都没涨 但是它会涨 一到今天的华航 各位 长虹棒 3月份的营收165亿元 第一季高达了 1,2,3月加起来 高达了486亿 跟去年同期增长 13.9个百分点 将近到14个百分点 非常漂亮 今年都还比去年 解封来得更漂亮 有华航 当然也要有长龙航 我当时在跟你分享的时候 完全没涨 你都可以很愉快地买 1万多张 对 10万张的成交量 你要买几张 就有几张 今天的长龙航 3月营收高达177亿 年增8.2个百分点 第一季519亿 较去年同期成长16个百分点 创下了历年来 第一季的营收新高 各位我一切都讲在前面 你跟上我的脚步 跟上我给你的任何动作 所罗门也好 航运任何一档都好 你有没有既不会下跌 你还可以赚钱 就是这样 做股票很简单 你做到什么股票 你买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是在 可能今天又创高 才想去追 或者是在当时 我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就经常去买 差别很大 那 昨天我的专案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老板在一早的时候 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说 诶 鬼骨子啊 你那个专案 有很多人打到 我们的部门里面去说 为什么专案是礼拜四就停了 不是应该是礼拜日吗 因为他觉得 很多的分期师专案 都是推到礼拜日 但是我就推到礼拜四嘛 不行吗 可以吧 但是我老板这时候 跳出来说 不行 有太多人想要利用这个专案了 所以 可不可以 拜托你 就是我的老板都这样说了 那我当然也要卖他一个面子 所以今天 我再加开 我再加开 加开就没了 加开就没了 鬼骨子的生日专案 只着受公本费 另一个原因 除了我老板亲自 跑来跟我说之外 股票要买在没有涨的时候 这一档 所罗门第二 他今天发生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他不但是切入了Intel跟Google 这种超级大的平台 而且他的产品在送样了 明年会开始发酵 今年下半年 你猜他新闻会不会慢慢出来 到昨天新闻就出来了 USB4 Retimer 这就是所罗门第二在做的 他的出货可望放量 因为Intel跟XV 已经开始扩大导入了USB的界面 USB4的界面 所以未来USB4的界面就是未来市场的主流 就是他在做了 而这档个股新闻 跑出来了 并且周K的角度 完全没涨到 完全没涨到 但是大户已经知道 大户筹码就在这个地方 大买了两万两千多张 而我今天再去看这个资料 又更多了 又更多了 到现在大户都还在买 而他今天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你看 这个是他 来帮我拉近一点 这个是他今天的量 你从过往来看的话 来我们慢慢拉过来 过往来看的话 看整张图 没有看过这么少的量 极致的压缩量过后 下周就会表态 展望有了 大客户有了 新闻也开始跑出来了 量又压缩到极致 下个礼拜势必 随便风轻轻一吹 就会飞了 所以 今天 跟下个礼拜一 就会是 最后的进场点 所以 这个专案 我今天再加开一天 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只着收公本费 各位 有到小的 你甘狂你也知道 鬼骨子啊 我一年就四月份来加入好了 那你就很聪明 你就很聪明 但是也可以 这都没问题 我就只着收公本费 我能够帮你的 我就尽量帮你 各位 过往的会费 可能门槛比较高 但是这一次 只着收公本费 而且索罗门第二 索罗门已经狂飙 190个百分点 不要追了啦 但索罗门第二 还在低档 新闻慢慢出来了 未来的展望都在 而他量 缩到了极致 随时要表态 最后上车的机会 希望你跟上 好吗 一起加油啦 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吧 导播 进广告 在股票的市场里面 有所谓的脉络可循啊 譬如今天有两档的个股 非常特别 第一档叫做三四四档的创意 它之前跌得非常的重 但是今天从第一档 亮灯涨停板 而另外一档 你一定知道的 叫做3661的市新 也是之前跌得非常的凶 我跟你讲 只要前坡的低点 这一天 不被跌破的话 整体大盘没有任何的状况 结果他就守得非常好之后 今天直接亮灯涨停板 来我们看整个图 从相对高档 回档到了相对低档之后 亮灯涨停板 这代表着一件事情 叫做电子股回来了 电子股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除了传产你要注意之外 电子股你不能够忘记啊 我过去是跟你讲什么 把电子的资金转出来 转到船厂上面 我现在要跟你讲 一部分的资金要转回去 电子的上面 因为重要的股票 开始在改变了 连资源都涨了 连资源都涨了 那所罗门就不用说了 昨天狂飙了第12根涨停板 今天差一档 也要亮出第13根 破断已经来到190个百分点 这是电子股 一千万 你拥有所罗门 你就能够改变世界 一千万直接变成了2900万 一千万 一档对的股票 你直接变成2900万 这就是股票的厉害 所以我的所罗门第二 你真的要好好的掌握住 我之前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之前的航运 散热 板卡 重点 我都是从没有人在讲 讲到整个市场 大家都有了 我的航运你已经见证到了 接下来所罗门第二 你不要错过了 那一样礼拜六日 我们好好的来加油 礼拜六日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你要能够知道 你要能够学到 你未来才能够赚到 还没加入的 可以加入 小老鼠GO888 因为我会放在这个上面 里面有很多的资料 请你自己去看 铜 当时我在讲铜 也没人在聊 但是呢 我聊嘛 因为它很好赚嘛 第一铜 3月26号 我说它双红第二 所以所罗门第二 你也要注意了 双红赚完赚第一铜嘛 第一铜到我开牌的时候 已经到了4月1号 都还在相对低档 随即到网上狂飙 到了4月22号 全数获利出清 找盘卖的哦 那一波的拉回之后呢 我送大家五个字 越业越美丽 来帮我拉近 这一条线叫做越线 是不是从相对低高档 你知道要卖 我的全国家族成员就卖在高档 低档买 高档卖 非常漂亮 而现在回到了低档区 你猜我带领我全国家族成员 做了什么动作 很多人喜欢去追高 低档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 各位你就跟着我的指令 你在操作的路上不是很愉快 该买就买嘛 该买就卖嘛 其他一些有的没的 不要碰 我们就碰这一些金平股 各位你来到我鬼股门 我每一档带你做的都是金平股 1900档的股票 你不是每一档都要去碰 你要去想这档个股的胜率在哪里 70%不碰 80%不碰 接近90% 100%你再碰 你的胜率能不能够拉得更高 这就是我的做法 所以之前的电力相关的股票 中兴电 1到4月22号 把全数获利出清了 华晨 1月份 狂飙到了4月份 卖掉 把他干掉 做肥料 2月份的市店 4月份的市店 狂飙一倍 全数获利出清 亚历 也是大涨狂飙 也是全部把他卖掉 这两张把他放反了 好 那接下来你要看谁 今天的时间 前面讲的太多了 比较没有时间讲这些内容 散热的 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 散热相关的 之前有赚到了 骑红 双红 都不重要 因为一直到这边 又卷土重来了 各位之前没赚到 你能不能够再从头赚一遍 又一路往上飙高了 包括了像双红 他也是一路往上飙高 到今天都还在创高 那包括像石权 今天也还在创高 那CPO的 这些我就不说了 因为时间不够了 重点在于 下一档的股票 下一档的股票 对你才是有帮助的 一发 上全这个 我之前说过 我今天先不说 时间没够了 我们来说这个 只说说公本费 超划算 一年就这一次 我只着收公本费 因为是我的母难日 我妈妈最辛苦的一个月份 我要回馈给你们 再回向给我妈 这档股票 锁定X86 ARM 双平台 切入了Intel Google 新闻面慢慢在出来了 各位 它的题材 明年照理来讲 明年会慢慢的发酵 可它现在就慢慢在 有一些 三风点火的味道出来了 还在第一档 大户狂买 而今天 极致的压缩量 出现了 所以下周 它势必会表态 那么今天 它就是 最后进场点 所以今天你必须要 把门票给拿到 你必须要知道 这档股票是谁 之后下个礼拜 你才可以赶快上车 一起加油 有需要的 就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是着收公本费 今天最后一天 一起加油 好 那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是金融鬼谷子 我们下个礼拜一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